年又称为春节 在中国传统的历法中 被视为是一年的开始 在这一天 人们贴队连吃团圆饭 燃爆竹祭祖祈福 举行各种仪式表达祝福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 年成为中华文化传统中 最重要的节日 这是中国广西柳州市的 一个小山村 68岁的伟毅学 像往年一样 开始准备2018新年的 第一道年货 茶油 他用火炕烘干茶籽 随后将其碾成粉末 做成茶饼 然后压榨 在他看来 用传统工艺做出的茶油 古朴唇香 能让远在广州的儿女 找到家乡的味道 对于离乡千离 与亲友俱少离多的 游子们而言 与家人团聚 是过年最殷切的期盼 于是人类最大规模的 周期性大迁徙拉开为伍 摩肩擦肿之间 春节像一条情感的纽带 将中国人从天南海北 拉回了故乡 巨大的民族情感的人物 回去以后 他跟亲人谈聚 跟自己的祖先对话 可以得到一种精神的升华 和这个力量的聚集 就随着我们一种生产方式的 发生变化 那随着城镇化的加速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 是离开了家庭 那么也就造成了 就是说过年回家 是一道非常 就引人重目的一个风景 我觉得 它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反显 作为过年的传统民俗 包饺子捏起了一份团圆 贴对帘贴上了新年的期盼 年夜饭吃尽了亲情的温暖 对于安徽迸步的高红来说 2016新年的团圆饭 意义远远不同 当邻里假中笑声洋溢 香味扑鼻的时候 高红独自一人 为远在合肥和上海 执行春运任务的丈夫石兵 和儿子石洪祥 准备了一顿饺子 他决定跨越620公里 与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 我们跳过我们的家族国性 吃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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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饺子有点粉 好 给大家 凑乎就吃了 哎呦 凑乎凑乎吧 别动我 太感动了 没事没事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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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还有什么 你包的饺子还有什么 没劲力 作为中国春节的另一项习俗 压碎前 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 时过境迁 当装满压碎前的纸质红包变成了手机屏幕上的争分夺秒 自然难免一场移出急发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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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的这个黑心价值观 它的文化内涵 它是没有变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 中国春节也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从最初华侨华人在唐人街舞龙舞师放鞭炮 到当地民众身着唐装互道恭喜发财 中国春节的年味和习俗正悄然在世界各地广泛穿过 2003年印尼决定把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 2005年菲律宾也正式宣布春节期间全国放假一天 2015年纽约市正式将春节列入功效假日 目前全世界已有十几个国家 把春节定为当地的法定节假日 它的历史非常久远 它的活动非常丰富 非常多样 它的内涵非常丰富 那么它是具有一个文化共享的意义的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 你可能不一定会很理解这个节日的一些内涵 但是它的一些活动还是会吸引你 不过近些年来 当手机互联网占据了人们的交流空间 拜年 守岁等传统的年俗活动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特别对于大城市 当在外奋斗的人们返回家乡 春节的气氛在空档的高楼间显得更为清淡 有人开始疑惑 过年的花样越来越多 为什么年味却越来越淡 在张伯看来 这些变化 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 只有过年时才能享受到的生活 如今已经稀疏平常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不会再为一点压岁前和一顿丰盛的美食 而翘首期盼 集图活动它和平常的日子 其实有特别大的不一样的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呢 就导致节日当中的一些内容 和我们平常的日子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个就使得大家会觉得淡了 就是你比如说像过去 就过年可能吃一顿饺子 就会是特别的 就是大家的一个可盼 那么能够从家长那里 得到一块钱的压岁钱 拿来去买鞭炮 也都是特别开心的事情 但是现在可能对我们来讲 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就是在平时我们都可以获得到 过年 这个伴随着无数传说的节日 在中国的历史中走过了数千年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 同时也把春节的喜庆带向了世界 如同在钟声敲响那一刻的烟花齐放 中华传统文化 也在世界上绽放出无与伦比的魅力